国语有生善书 圣天堂善书 西方极乐世界游记 主著先佛为济公活佛 福鸾为通天天笔菜生 济公活佛将 诗曰色相色眼乱分寸 性海无波动欲心 贪嗔吃爱水舍去 心境反照则先神 圣是哈哈色不迷人 人自迷 世人真是可笑 眼看就是一张纸 薄薄的纸 但是一旦上面印有诱人的美女画像 就让老年人心动 让中年人清心 让青年人情迷 让少年人意乱 哈哈 真是太妙了 恩师今天的话 就好像池塘中的母鱼 告诉小鱼说 鱼饵不可吃啊鱼饵不可吃啊 可是偏偏不听话的小鱼 还是想吃吃看 结果就上钩了 所以说修道之人 需要有妙智慧观察之 因为有妙智慧观察之的人 她所看 所见 所想 皆是深入的问题 而不是肤浅的问题 譬如说有一位小姐 打扮得花枝招展 让男人看了之后 就产生青木星迷恋 可是在老娜的眼中 我说她不漂亮 为什么 因为当她走到池塘边 鱼儿都沉到水里 走到树旁 树上的小鸟都飞了 走在地上 蚂蚁都怕她踩死 怎么有漂亮可言 那是因为他们没眼光呀 眼光并非万能的 为什么 不相信 当你在黑暗的地方 你还能看到什么吗 看不到 能看到自己的身体吗 看不到 只看到眼前一片黑暗 看不到你的身体 你已经没有了 有啊 我什么都知道呀 这就是灵魂不灭的真理 所以 世人想要正实唯物论 就将灯打开 想要正实唯实论 就将灯关掉 就可以领悟一些了 不必老纳费尽口舌 来辩解分析了 恩师说得也是 眼睛并非万能的 他只能在有形的世界中 得到用处 在无形的世界中 就一无是处了 譬如人在梦中 不用眼睛就可以看到一切 不用耳朵 就能听到声音 不用开口 就能讲话 这不是妙了吗 所以一切皆是因缘法 何谓因缘法 因缘法即是因缘合合则生 因缘不合则不生 譬如凡间的人要看一件物品 必须要有五种因缘才能看到 如果没具备这五种因缘 就不能看到 真的吗 不相信的话 我分析给你听吧 第一必须这个人有意识的感觉 他才能感觉到 第二这个人必须不是瞎子 他才能看得到 第三必须有光明才能看得见 第四必须有形体才能看得到 第五必须在物品与眼睛之间没有障碍物的遮蔽 他这就是因缘合合则生 因缘不合则不生的道理 那么世人活在人间苦海也是因缘合合才促成的吧 世人活在人间也必须因缘合合才能促成 以内来说就是因果业力才造成因 也就好比种子 以外来说是父母的身体为源 也就好比土地 因此种子播种在土地上 开花结果就好比世人自己的因果业力 配合父母的身体才能诞生一个人 反之如果自己没有因果业力 或是没有父母的身体 就不能产生因缘的合合 原理在此 所以灵魂学 有时候被世人斥为迷信之说 这不是太冤枉了吗 像这种问题 就好像西医不承认中医的针灸 医学不承认气脉存在的问题 因为气脉在人体中 不像血管与筋骨一样有形体可循 可是气脉毕竟是存在的 所以人的智慧是有限的 假使有人一心一意去追求肤浅的有形世界 那么他将使自己走迷魂阵中 不知如何出来 因为有形的世界是生生化化的 是轮回不停的 唯有追求永环的智慧 才能解脱烦恼与痛苦 恩师所言对极了 假使世人认为人死如灯灭 一无所存的话 那么这个世界就要大乱了 因为大家都为了自己的快乐 而不顾他人的权益 更不必顾忌死后的因果 这样的话 社会上将呈现巧取豪夺 弱肉强食 那么连法律的约束也束手无策了 所以在科学越进步的时代 道德的观念就越薄弱 在道德越薄弱的时代中 有些人还以为自己是走在时代的尖端 其实是走入歧途末端了 所以佛陀在两千多年前以预言 当我释迦牟尼佛涅槃后 一千年以内是正法时期 二千年以内是向法时期 二千年以后是末法时期 正法时期 学佛容易 向法时期 学佛已难 末法时期 众生灵跟日昧 学佛更难 但是如果勤修念佛法门 就另当别论 由此可知念佛法门在末法时期 是何等珍贵了 的确也是 恩师为接引更多人学到 费尽心血 今天又改变另一种度化方针 弘扬于是 相信此书出版之后 一定异常珍贵 人人注印 人人正月 人人念佛 大家都是佛心佛口 佛菩萨 生活在娑婆世界佛国之中 将凡尘化为莲花帮 才是本书著作的意义 哈哈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今天时间不早了 这一回游记就在圣天堂著作完成 哈哈太妙了 想不到圣天堂还能客串一下 这就是心境及佛土境的现成净土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无回了 恭送恩师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目前 无极直辖全真堂正在募款兴建全真大道灵修院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置无极直辖全真堂网站响乐